大家好,大家好,大家阿曼,我是鄭鴻怡,歡迎收看今天的大話新聞 讚美我們引述財訊的這個報導 說因為連勝文被槍傷 那麼這個事情連戰非常對馬英九不滿 同時也高度懷疑這不是物極 他們現在也相信這件事情不是民進黨所為 那連戰懷疑什麼 後面到底他認為是誰要殺他兒子 因此按照財訊說 連戰在有人或沒有人的場合 都用三字經問候馬英九 這個事情今天許多媒體去訪問連主席 連先生他沒有講話 他沒有否認 這個事情有趣 照理說如果用三字經問候馬英九 這個是這麼嚴重 有可能他的辦公室會出來發一個聲明說連主席沒有這樣講 可是他的辦公室沒有發聲明 他自己本人也沒有否認 莫非這個是事實 如果是事實 連戰為什麼這麼生氣 這麼不滿 他到底要懷疑什麼 今天我也看 這個馬總統 或者他的辦公室也對這個事情沒有發表看法 我不曉得這背後到底什麼樣的這個玄機 所以今天呢我們會繼續的深入的來討論 那麼除此之外 請全國的朋友一起來幫吳院長協詢 因為他的股票好像不見了 他的現金好像有1500萬不見了 那怎麼會不見 今天民進黨開了記者會 到底有什麼用途 或是不接報 或是不敢報 今天我們也要來討論 有一個農民他種木瓜 被馬政府懷疑他不是木瓜農 當然這個木瓜農後來證實他是木瓜農 一個總統 一個農委會主委的心情到北斗 到底是在哪裡 竟然懷疑說那個不是農民 另外是台商 現在在中國經商的新生 是什麼樣子 也要來討論 重點是全世界的股災 台灣跌的幾乎是最嚴重 為什麼 今天要來這個分析 趕快來介紹來賓 跌尾是《全時報》週刊的總編輯 吳國棟 國東兄你好 鳳一好 台灣 另外呢是律師徐國勇 徐律師 徐律師你好 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好 以及民進黨的前立委 莊塑漢莊委員 莊委員 你好 鳳一好 大家好 另外是東北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 徐永明 徐老師 徐老師 你好 主持人大家好 以及政治記者 中年華年華 你好 鳳一 國表演前大家好 另外呢是台北大學工行系的副教授 胡漢君 胡老師 華老師 你好 鳳一好 大家好 那麼今天啊 這個記者去賭連戰 針對他有沒有用三字經問候馬英九 他的態度是怎麼樣 來 我們來看VCR 帶著夫人去大陸 傳出對馬總統不滿的連戰 低調處理 主持人是不是對馬總統有一些怨言 冷笑一聲沒多說 可根據雜誌報導 連戰逢人就抱怨馬總統 因為連勝文在五度選舉時遭槍擊 馬總統卻只到醫院看一次 之後哽之字不提槍擊案 因此對馬總統非常不滿 從小地方看得出連馬有心結 這個月二號在吳伯雄作動的場合 馬總統前腳走連戰後腳道 就這麼巧兩人同場不同台 另外七月二號 國民黨拳代會上連戰父子全都缺席 甚至在中研院士 許卓雲發起2012投費票 連戰也透過有人表示支持 但礙於有榮譽黨主席身份 不好多談 倒是連勝文大方認同 許卓雲做法 也願意2012投費票 我也有相同的見解 只是他沒有來找我連署 因為我備份太低 而且才出血錢 連勝文五度選前安一槍 馬總統冷處理 讓連家人看了好心寒 只能說2012大選前 大佬不滿的 除了宋楚瑜又多了連戰 怎麼擺平內憂 是馬總統挑戰連任的當務之急 好 那麼起因是最新一起的財訊 我再唸一次 最新一起的財訊 說去年底五都選舉 射穿連勝文臉頰的那顆子彈 對連家造成了超級震撼 事發當晚 連戰把矛頭完全對向民進黨 但是逐漸沉疾之後 連家對馬英九極度不諒解 導火線是 馬英九除了到醫院探亂過一次 之後與連戰見面時 對這起懸疑的槍擊事件 究竟成因為何從來沒有提過 這個態度讓連家高度懷疑 並心生不滿 檢方以誤疾結案的做法 更令連戰無法接受 幾度提到馬英九 不管有沒有他人在場 直接三字經問候 我先請教一下徐律師 那你也在政界服務過 按照連戰的習慣性作風 如果不是這麼嚴重 對自己的總統跟黨主席這麼不尊敬 他會不會這個否認 他不但會否認 而且一定會提告 我相信有很多政典的人 都叫連戰的家人告解 包括連戰本人都因為不實報道去告 所以我相信我們吃這個人就叫連戰告 不要說多一個家人 我告訴大家 大家去思考一個事情 會罵三字經的報道 這是對一個人說 你會口不少罵三字經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一個誹謗 對他人格 因為你會罵三字經 表示這樣受養不好 你沒有受養 這種對他不受養 對連戰人家族來說 這是很嚴重的事情 照理講 這樣的報道就叫做毀謗 如果有記者問 他不但要否認 而且要說我要對他提告 請他幾天內要道歉 一定是這樣 不然下一期要更正 是不是應該這樣 都沒有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 引人效以達的表示 的確他有罵三字經 應該是默認 應該是可以這樣講 你認為他是默認 對 有可以這樣講 所以他不提告這件事 大家去思考一下 但是說 連戰是一個政治學者 他做到國民黨的當主宣 他對國民黨的歷史 非常清楚 當他沉澱下來以後 他會想到國民黨 近代史的那一段歷史 一久一三年 你會叫宋教人去按三 大家都說 那是袁世凱開的對不對 但是呢 另外一步不是喔 是國民黨的來到 陳其梅開的喔 有可能喔 後來四年後 一九一六年 陳其梅也叫我按三 但是陳其梅按三 人家說誰開的 也說是袁世凱開的 袁世凱開的 袁世凱開的 怎麼這麼小的黨都是我 但是共同一件事 其中一個孫中山 國父喔 國父他的黨友 而且是共同創立 中國國民黨 共同在結婚的 最重要的黨友 還有他也很貪心 在結拜兄弟那個 叫陶成章 陶成章也被按三 比陳其梅以前四 或是 現在立書是說 那是陳其梅 叫蔣介石去按三 這一段歷史裡面 隆重塞後 中國國民黨以外的人 但是最後 立書當然現在是一個 含糊搞不清楚 但是你歷史裡面 有這麼一段是懷疑說 就是國民黨裡面來到 所以可能陳其梅 對 對